嘿! 我們在 新加坡 這什麼爛開場 我們來到新加坡 大家以為新加坡只有魚尾獅啊 聖桃莎啊環球啊 其實就錯了 對啦是對的啦 還是有魚尾獅啊 還是有 但是我們不要走這麼通俗的行程 我們今天呢 是要帶大家來看看新加坡最文青的點 最文青喔 一加一才找得到的文青點 對跟著一加一走 就會變成文青小夥伴 對 好我們首先來到這個地方呢 就是新加坡的丁巴路 丁巴路的話就是福建跟馬來語的結合 丁就是台語福建的丁中 然後坡路是馬來西亞的話 馬來語叫做 新的 新的 對 因為它那時候是英國之名的關係 所以說它這裡的建築風貌就非常的英國味道 就是白白的啊乾乾淨淨啊 而且有時候可以在牆面上找到一些非常不一樣的塗鴉 可以跟他來一場親密之旅 可以跟他來一場親密之旅 裡面賣的很多都是新加坡當地的作家 據說這家店在這邊已經有13年的歷史了 看都是這樣廠方形的 然後每一本書的設置感都超好 很吸引人耶 超漂亮 像我一樣看不懂英文就找圖 多一點就好了 在這家書店的門口呢 發現這個龐陽大物 它不是買飲料的喔 它是買書的 但是它這個書就跟那種驚喜包一樣 這本書剛剛是我們想買的咧 沒有 沒有是不是 為什麼這裡有愛書 新加坡 我們現在來到了中巴魯的巴薩 巴薩是市場的意思 對 那這個的話就是 比較在地的市場 我們就想說要來看看新加坡或台灣市場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剛剛聽到了 它一樓就生鮮 二樓是美食街 結果跟台灣的市場一樣耶 一模一樣 那我們當然直接先去美食街看一下 為什麼 就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要買車的啊 剛剛導遊跟我們說 這家叫做建博追貴 就是在新加坡最道地的名產 然後京池一家 追貴 它是閩南化 反正新加坡就是馬來化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福建化 跟一些英文夾雜的地方 它是一個大 哦 還有中文 所以你要習慣這邊的語言 五個 2.5塊新兵 多少錢 七日寶寶兵兵 它50塊 50塊 喔 滿便宜的耶 雖然有點小油啦 你知道來這裡我完全 都沒有語言的問題欸 所有都看得懂 看老闆 完全無障礙 這個叫涼涼元冰市 是導遊說來這裡 大家很常會過來吃的冰 台灣的冰好吃 還是新加坡的冰豪吃 我個人是先投入台灣冰 這是它的招牌 叫做醬肉 很像本條的東西 它是用什麼做的 斑蘭葉 斑蘭葉這邊有 長這樣 然後再告訴大家這是什麼味道 好特別喔 不能都只講很特別 你要跟我講是什麼味道 來啊你試試看啊 是不是很難形容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V台吧 那是V台吧還比較Q 它是軟的那種 所以它就是一個陪襯的味道 來新加坡一定要說來吃過肉骨茶 如果你沒吃過的話 你就不要說你有來過新加坡 又來了又來了 那這家店今天沒開 沒有關係 旁邊還有一間肉骨茶店 它是有冷氣的 那這間的話 比較像當地人吃 就是沒有冷氣 沒有空調的 它說了這麼多 其實兩間都是送發肉骨茶 對 都是一樣的 重點就是那間是有冷氣的 太棒了 來往旁邊走 我現在就到了 我們現在就要來介紹什麼叫肉骨茶 肉骨茶就是肉骨湯加茶 就是一個San 那為什麼是肉骨湯呢 是因為以前來打拼的都是男生 然後因為沒什麼吃 所以就會去跟菜市場買那個 就是含骨頭的那種碎肉 因為那個比較便宜 對 所以就用肉骨熬成茶 所以很多人可能誤以為是肉骨茶 就是可能是那個湯底裡面有茶味 但其實它是分開的 而且他們也沒有麵 麵的話你必須要另外點 你可以點飯或是麵 他們其實很喜歡油條去吸那個湯汁 所以你在吃那個油條的口感的時候 你另外可以喝到那個湯的味道 肉很大塊耶 這跟我想說肉骨茶不一樣 因為肉骨茶我原本還以為是有中藥 藥扇型的 對 不是耶 它是胡椒型的 它是胡椒喔 然後那個胡椒還有一點點那種八角的味道 你喝喝看我覺得你會喜歡 這是胡椒 喔 胡椒味蠻濃的耶 這種味道的肉骨茶是我第一次吃到 這個排骨肉 軟軟好吃 看起來很多汁耶 跟我想的一樣 它油條本身沒有太大的味道 它不是老油條 它是年輕的油條 所以你加這湯的時候 就會吃起來肉骨茶的湯汁 就包在那個油條裡面 然後就是那個汁就噴出來 真的很會搭配耶 那現在的觀眾 已經對於這頓餐 到底要花多少錢 很有疑問吧對不對 就算你們沒有疑問 我也當作你們很有疑問 所以多少錢呢 嗶嗶嗶嗶嗶嗶嗶 15塊8 所以台幣是多少錢 大概350 我們現在要上他們的二樓 去穿他們的傳統服飾 叫做 吃太飽了 娘 娘 對不起 這個請教 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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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教大家一下 什麼叫做娘惹 它其實就是土生華人 女生叫做娘惹 羅娘 男生叫爸爸 爸爸是巴裡島的爸 就是爸爸的爸爸喔 學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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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完全體現了西加坡 它現在在東西合併 多個文化混合融合的產物 產物 首先呢你會看到的話 它這個外面的建築 它這是非常的中式的床鋪 就可能有人老家 或者是一些古屠裡面都還會有這樣子的床 但是它不一樣的字 你看它這個串桌桌的感覺 你就覺得還有東南亞的味道 還有這個蕾絲耶 所以它這裡是中式馬來西式 就是綜合在一起所組成的一個文化 蹦出新之味 啪 經過漫長等待 我們終於看到伊莉穿好的傳統服飾 卡巴雅 掌聲歡迎 我們現在來到了 不知道是第幾個地方了 嘉東麵包廠 它以前是麵包廠啦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房子都是紅色的 但是我們今天呢 是要來文青之旅嘛 所以它現在已經變成咖啡廳了 我們要進去喝喝看它的咖啡 它叫做What 冰奶茶 對 冰咖啡 對 對 你最好是看得出來都長一樣 它不是Coffee 它是Coffee Coffee Coffee 然後那個不是Tea喔 Coffee 明明就寫英文 但是講的是閩南話 Coffee O的話 是加糖 然後咖啡C的話 是加糖加奶 然後一般咖啡的話 就是咖啡加煉乳 或者是淡奶 我已經搞混了 奶茶 奶茶 咖啡 咖啡 我們要解釋一下 剛剛我們搞了很久 就是他們甜奶到底是什麼 甜奶其實就是煉乳 然後淡奶就是鮮奶 然後這杯奶茶的話 就是甜奶淡奶茶 對吧 對 YES 我們現在來到了新加坡的爐切路 我們請我們的當地的導遊小姐來解釋一下 什麼當地 來這裡的爐切路 它就是有這樣色彩繽紛的建築 然後它也是屬於娘惹文化的一環 所以說它這個建築也是像男惹文化一樣 就是有一個文化融合 大融合的感覺 對對對 那為什麼要來這個地方呢 因為這裡是廣美打卡並金字路 還有一點我們要去吃什麼 新婆婆 新婆婆是什麼呢 聽起來超可愛的 聽起來就叫新加坡的婆婆 所以叫新婆婆 請問你這個鏡頭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 放一下人會比較美 我好帥喔 OMG怎麼這麼帥啊 好玩嗎 這樣好玩嗎 幹嘛 幹嘛怎麼了 是榴槤 我只能說很特別 不是我的口味 因為我平常是不吃榴槤 我也不吃榴槤 我也不吃榴槤 來新加坡一定要吃的 要吃 新加坡一定要吃 你怎麼不是新加坡要吃的 新加坡 我不知道為什麼第一天排這麼多一定要吃的東西 我們介紹的東西都是一定要吃的啦 一定要去的 一定要去的啦 沒有去你就不要說你來過新加坡 好啊 現在亂講大話 這一杯是馬蹄水嘛 我們剛剛就疑問說馬蹄到底是什麼 有點像荔枝又有點像櫻桃 這個東西在台灣沒有 好酷喔 然後我剛好試喝一下 喝起來口感很像是涼茶 攝影師介紹一下 你這杯是什麼 嗯 你怎麼推過來了 酸甘水 酸甘水的話我剛剛已經喝了 它就是荊棘柳橙檸檬 蠻好喝的 發現它其實在台灣名字比較蠻喔 叫做 柏奇 是B奇 是B奇是不是 我以為是博樂的博老 沒事沒事是我裝的不好 看我們這邊有四道菜 所以第一道就是招牌的就是辣椒螃蟹 辣椒螃蟹 是一座的明珠捲 明珠 它就是豆腐皮 然後裡面包鮮蛋黃 紅菇跟那個火腿 咖啡排骨也是我們的招牌 這是月光河粉 那河粉就是他們用大火炒 就是要快炒它一定要大火 對一定要打 然後在中間打了一生蛋 那這生蛋是要攪進去一起吃嗎 要攪進去 那你吃那個河粉的時候它會比較滑 哦 好 謝謝老闆娘的介紹 謝謝 我們就要來開動了 新加坡 第二天 今天是Day2 我們要做這個維持牌 稍微繞一下這個城市 這樣很大 真的 有點熱 本來今天就覺得說 欸奇怪了 我們在台灣超常騎機車為什麼 來這邊是給別人載啦 不一樣的城市感受 可是我每個地方不是給人載 唉唷 帥喔 哇我現在好興奮喔 這有點像是羅馬駕駛欸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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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丟臉 很羞恥 可是很好玩 在這邊沿路呢 你就可以慢慢地欣賞 新加坡城市的優美 因為他們其實在城市上 綠化做得非常漂亮 所以你來這邊 你會覺得非常舒服 不是單純只有建築物而已 而且其實建築物 每一個都是很有特色的 所以在這邊 如果你不想走路 你就可以試著做尾式牌 跟我們一樣 繞著這城市一圈 如果你感到沒廣泉 和我感到重心 年輕鬆 只要高意 你會讓我淋得 Et 怎麼失敗 你的聲音 是在我的手上 但要坐在内容 但要坐著我 你會看見見 你可以 puppet 你快點 Be crazy 我們結束我們的小綿羊之旅了 非常值得 我覺得一定要來玩一下 就是可能大家一個旅程 就可以把所有的景點藝王打進 然後我們會把相關資訊放在下面連結 然後這個時間有一個小時半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阿拉街的香水店 我們要來這邊挑選一下 適合我們自己的味道 特別的特點是因為它的香水主要販售都是給回教堵 但是因為回教堵他們對於酒精跟豬肉是禁忌 所以它的香水就不會添加酒精的方式 它會用植物油的方式來製成 就是比較天然的 對 天然的 因為他們不能用酒精 第二杯拉茶 對 這一間比較可愛的是 它是這樣子用塑膠袋裝的 感覺好像更道地一點 這條就是他們最有名的叫做哈之巷 你看這裡超級色彩繽紛喔 後面 後面 不同畫風欸 又變得很歐風 超級媽媽 我們買了三張明信片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說 你最喜歡新加坡的哪裡 然後我們就會在留言中抽出3名 請問一下 你是不是又偷買什麼東西 為什麼袋子這麼大 我跟你講沒有 它就只有五彎size的袋子 那我拿好 來喔不錯不錯 來來來來 欸下一個pose 欸漂亮喔 欸看不到臉都很正喔 再乘八五金 去看看它怎麼樣把它改變成一個新式的咖啡 因為你就有新咖啡店 然後又有宥室的裝潢 這樣子看它們不會去幾天 看得懂嗎 看不懂啊當然 放逼嘛 放逼 火到辣了 哇塞這個 這個喝起來很像水耶 冠桶是它的啤酒 我們現在來到了小印度區 霸風一變 馬上又變成印度風 我不能賣花 對 剛剛導遊有說呢 來這邊賣花的話都會是男生 對女生不能賣花 他們印度的市場啊 超市啊 雜貨店啊等等 很像濃濃的印度味 不用去印度 看印度風情 來新加坡還是可以看印度風情 你如果在馬來區或是印度區的話 你在指東西的時候 你不能用十字筆 相當於忠實的感覺 就是你這樣就是不禮貌 所以你要指 你要什麼東西的時候 都是就這樣子 幹一張 幹一張 或是這樣子 欸這個是相機 這個是鏡頭 對 你也可以這樣子 我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 不要這樣好了 藏在裡面 這樣這樣 這樣比較禮貌 新加坡的夜生活 對 這是我們在新加坡的最後一晚 對 好奇發現他很多店都是開滿晚 就是還滿有 bar啊 吃的啊 都很豐富 加上一國風情的感覺 對 當然就是要來喝個啤酒 他據說 才開不到一個月 然後他有個換店 然後本店是走那種 無菜單的曲話 然後這一間就走那種 復古型 所以他的 旺的音樂啊 都是黑膠唱片 去做 沒有醉了沒有醉了 哇 花巨色眼鏡啊 今天是新加坡的第三天 最後一天 我們唯一的行程就是這個 國家美術館 你看不要以為就只有這一棟喔 它旁邊那個綠屋頂的也是喔 你知道它是兩棟建築物 合併起來變成國家美術館 文青之旅的最後一趟 進去吹冷氣 忘了聽到KID POINT 進去吹冷氣 嘿嘿嘿嘿 好 剛剛忘了說 就是國家美術館 它常設館的話 票價是全票20塊 優待票15塊 但是特展的話 就是看當期展覽的票價 就不一定了 滑桃一樣 所以我們進來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全黃色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看我們身上的東西 全部變成黑白的 我們最後一次做這個動作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 新加坡的旅遊 我們來了三天 然後都是文青的行程 對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說 有不同的新加坡風貌 然後你來的時候 可以找幾個 你覺得有興趣的行程 然後去看看感受一下 新加坡文青文藝氣息的氛圍 而且可以在這裡感受到 不同種族 不同文化的體驗 都在新加坡 非常值得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覺得有幫助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會持續推出 更多旅遊的影片 對 然後可以分享給 想要去新加坡的朋友 然後如果你對於新加坡 有一定的熟識 你覺得還有哪些地方 是值得推薦給文青的話 這在下面留言 叫做我們 然後我們要非常感謝 新加坡旅遊局 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我們終於可以當觀光大使 耶耶耶耶耶 自以為 我是伊莉 我是林 我們下次見 我們台灣見 掰掰 幹嘛要拍我 感謝他 如果你們看到很多 很漂亮的運鏡 然後是那種Move的 就是他拿著穩定器 這三天他都拿著穩定器 他已經手快爆掉了 拜拜 拜拜